各位你好 我是心齋 一年不生 萬元放下 天鄉和安益 這不是長恨哥裏面的民國 而是故秀 發源的明朝 天鄉開局很大 評論家都拿來和紅樓 比較 寫家族歷史 上下幾代的命運 和城市 國家的變遷浮沉 和安益的小說 語言一貫 年世均勻 情緒亦克制 長恨哥裏面 囉嗦碎凡 鋪開一張描寫 上海市井蜂蜜的 畫卷 一點一滴從 龍塘陰影裏面 牽出主角的故事 好像說故事 不是他最重要的 寫氣氛才是第一名 有些人會喜歡 這樣的 鬆融的鋪排 也有人 批評認為 囉嗦 碎飯 不著重點 天鄉的語言 仍是先前風格的延續 長恨哥寫的是文國 畢竟離得不太遠 氣氛是熟悉的 天鄉就不同了 中間隔了漫長的幾百年 想要了解天鄉的創作背景 我們必須先 要了解故事 故事是上海地區的 傳統工藝品 故事的特色是在於 以名畫為藍本的畫獸 故事創始於 明朝家正年家 寒熙萬之首 到了清代 故名世的曾孫女 故玉蘭設立次獸公方 全獸技法 故獸之名 亦隨之 全片江南各地 由於含有極高的藝術素養 和普通獸品有些不同 故秀在當時是達官貴人 爭搶收藏的奢侈藝術品 很少被視為實用的飾品 作為盡力要還原一個 陳鋒的時代 寫制度、寫衣食、住行、寫造緣、寫服章、寫技藝 小說裏不少片段都能讓人聯想到 作者參考的資料出自何處 有時候看年輕的網絡作家寫歷史小說 寫到某些典故、某些風俗 雖經了小說家的筆法、熨識、想法 但讀者仍能看得出出著認真的作者 在後頭會加上附著 好像寫論文一樣是很有意思的 黃安益的天香本義是想替 曾在蘇戶一帶海內馳名的故秀立傳 然而細細寫離境成了一個跨幾代的蜂蜜史 黃安益自己亦說 天公開蜜是在明代完成 這個可以說是一個象徵性的事件 象徵人對生產技術的認識和掌握已進步到自覺的階段 在自覺的基礎上無論是做緣、製物、壽畫都開始追求其極致的美 生活用品開始漸漸兼具藝術品的氣息 隨之相負的是物品的奢華 必然帶著的是對生活格調和品質的追求 黃安益對這個毫不論識自己的筆物 凡關於吃穿用度、遊玩、宴客、分送禮儀 時令節慶一筆筆慢慢鋪陳 有著紅樓夢般的面面驅度 天香雖展明這個是某朝某代之時 寫出一些確實存在過的人物 好像隨光看 但是時代感仍然非常薄弱 時代感是從人物的日常行為而來的 舉字、言語都是小說家不可忽視的事 例如金瓶梅、群山、迪計都有鮮明的時代感 紅樓夢、九連環、平鏡、玉簪花裏的紫末里粉、燕脂、石流群 若人、憎大都是具象的時代標誌 某位青史小說家寫清晨的公事 小孩子喊爺爺爺為馬法 清靚的一聲好像就在紙上寫銅花 寫綱子、寫宮廷中的喝淚和綠明都是重要準確的描寫 天香是她的嘗試寫得非常辛苦 雖然結尾有些無法駕馭的感覺 但她畢竟寫完了 一個完整的故事 若是一般作者寫到寡大無味的 瓶頸階段可能割筆氣坑 但是她仍一筆一筆將這個故事 扣足完筆可以更清楚地看見自己的能力 這句很有意思 多謝大家收聽 我是心齋 隨遇而安 隨緣自在